接下來我們已經把ABC做完了 再來就是DE 接下來就隱藏E到K E到K 要隱藏的話當然就是很簡單 記得要選上面一個黑色鍵頭到K 然後按滑著右鍵隱藏就可以了 這邊也有個隱藏 然後把這些隱藏起來 如果你要取消隱藏的話 這邊好像有比較粗一點 這邊有看到有點像 跟旁邊不一樣 這隱藏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取消隱藏就可以了 或者像右拉也可以 這邊按滑著右鍵 這邊有個取消隱藏 它就可以讓你取消到隱藏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隱藏完之後 然後設定A1到M311的這個格式 然後並且把它設定成表格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叫Scope 然後要給它中等深淺詞 意思就是中等深淺的那個樣式 第十個 所以我先把範圍選起來A1到Ctrl-Shield向右 再向下 範圍選到M藍的311 然後做表格 表格特別注意常用裡面 應該有一個叫格式化為表格的選項 它要是中等深淺第十個 所以中等淺色 然後中間就中等 底下就深色 它中間中等的第十個 那等於一排大概幾個 一排大概七個吧 所以第七、第八、第十應該是這一個 中等深淺十 OK就這一個 然後範圍對不對 對沒錯 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按確定就OK了 這樣完成之後 最後它要給一個表格名稱 那表格名稱在哪裡 表格名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表格名稱 它要把它改成叫Scope Scope的話就直接把它打下去 大寫的S Core Enter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 OK就完成 那個表格格式化 然後再把名稱改 那相反的 我順便講一下 其實表格 跟原來的 原來的就不是表格 那你說表格跟不是表格什麼差別 那原來的不是表格的 其實就是範圍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那很簡單 轉換為範圍就OK了 它就不是表格 那如果是表格的話 比較常見的就是上面會有一個篩選的箭頭 那其他還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另外有表格名稱 所以如果假設你看到 假設你選舉這個範圍的時候 上方有這個頁面標籤的話 那表示這一個範圍應該就不是普通的範圍 而會是一個表格的狀態 這個請特別小心 如果你要把它改回來的話 我記得好像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把這邊清除掉 清除的話是可以清除格式 那如果你要真的把它轉回來 就是要把它轉回範圍 如果把轉回範圍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上面的這個標籤就會消失了 它就變成一般的範圍 OK 一般的範圍就不是表格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它感受一下 考試的時候其實是要你做這個 只是說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很多東西比較沒概念 再來的話 我們做完第一項之後 接下來就是第二項 一樣是Scorelist 就是這個工作表 要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列印 所以這類的其實前面就是做一些邊修 第二個就是做一些列印的設定 設定的話當然總共有A到D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做列印 然後針對邊界 調整它上邊界為2.4 只有上邊界,其他不調 然後水平至中對齊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邊界的設定 邊界的設定 我的習慣 反正只要跟列印有關 我自己習慣都是從頁面配置進來 頁面配置裡面有個機關 當然你這邊有個邊界、方向 不過我覺得從這邊設定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習慣是從這個建筑 所以只要是跟列印有關的 雖然很多種設定方法 但是我個人比較習慣就是從這邊 這邊基本上就可以讓它跳出一個視窗 這個視窗裡面所有功能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這個方式跟以前的舊版也都相容 所以我比較習慣是這個 首先它當然是什麼?邊界 所以找到邊界 上邊界要2.4 本來1.9 改成2.4 第一個 第二個還要水平至中 水平至中打鍋就可以了 OK 所以2.4 水平至中 看一下是不是水平至中 沒錯 OK 這兩個OK 再來就是夜守 要在左側插入一張圖 圖的話就是剛好 我們剛剛看到在練習檔裡面 並調整它的圖面比例為60% 所以第一個是夜守 雖然找到夜守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這個地方 夜守 夜守在哪裡? 就上面這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點擊自訂夜守 它會跳出這個 然後它說在哪邊插入圖呢? 就是在左側 左側插入圖 所以左側在這裡 那怎麼樣插入圖呢? 其實你可以從上方看到 有一個按鈕插入圖 在上方 記得有優標先放左側 插入圖在第二個按鈕 右邊算過來第二個 插入圖 然後呢 找到那個檔案的地方 那我是把它放在 我桌面上面的那個練習檔 裡面的208 這邊有一個CSF 就這一個按插入 好 這邊就一張圖了 OK 它不會顯示的 它會用這樣的方式顯示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加入這一張之後 還要把它調整成 比例是百分之六十 所以六十的話 怎麼去調整 那一樣喔 從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設定圖片格式 然後它說什麼 寬高都六十 所以直接把一百改六十 就好了 那改完這個之後 其實你改這個 這個也會跟著改 因為這邊有個鎖定場況比 你把它改完 點這邊一下 這邊也六十 因為這個打勾 兩邊就會同步 但是你這個沒有打勾 兩邊就不會同步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圖的部分呢 就設定好 接下來的話 中間 它說中間要打什麼字 打這幾個字 這個 然後呢 它說換行輸入再加一個這個 所以Enter之後有沒有 再加這個這個字 然後字體要設定這個 然後藍色16pt 所以我偷懶一下 因為我剛剛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要打蠻久的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邊打 然後換行的話 它說換行再輸入 所以就把這個輸入完 然後換行記得Enter 那後面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不要有空白 因為它沒有空白 所以這兩行字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我是先打在記事本 但你也可以直接打在中央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好 那把它直接就輸入到這邊來 OK 然後呢 它要做什麼呢 把這個字 選起來之後 然後設定它的格式 格式化文字 它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找到那個 A開頭的這個字型 這個字 然後再藍色16pt 所以我們先找到這個 理論上這個應該裡面也有 所以我們是往下捲動 應該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個 然後它是藍色的字 所以找到藍色 藍色應該是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16pt 16pt 16pt的話就字的大小 16 所以1 2 3 應該沒有別的吧 我看一下沒有別的 1 2 3 OK 那就把它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然後直接 夜首的部分應該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就夜尾 所以自訂夜尾 所以自訂夜尾 自訂夜尾按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夜尾它說中央要顯示 是page 所以你要自己打page 然後夜碼 斜線 總夜數 然後呢 格式這個前後要均有一個半型的空白 然後page之後呢也要有一個 所以這邊有個空白 然後這邊有個空白 而且是半型的 你不能用全型 全型就不能說用那個中央模式 OK 所以要怎麼做 大概蠻簡單的 首先的話呢 他要求我們就是在 夜尾的中央 所以你看到中央 然後就把他這個訊息 中央點一下 然後打一個page 記得是大寫 page 然後空一格 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就是夜碼 夜碼 特別注意喔 哪一個是夜碼 不是叫你自己打夜碼 而是直接在上方有一個叫什麼 插入夜碼的選項 不過他這個沒顯示出來 應該這個就夜碼 按一下看看 如果按錯的話 你可以再 control 這個就夜碼 插入夜碼 然後空一格之後 再加一個斜線 再空一格 因為他有說 斜線前後都要一個半型的空白 然後再加總夜數 總夜數是這個 這個叫總夜數 按一下 其實看圖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這看起來就一夜 這看起來就多夜 按一下總夜數 這樣就完成他題目要的 就是這個意思 OK 應該沒錯 然後最後的話就列印標題列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 所謂的標題列 就是每一頁上面一定要同樣的標題 的欄位名稱 不然你換下一頁 奇怪 這個欄是哪一欄 不知道還要翻到前一頁 那也不太麻煩 所以怎麼做呢 還記得吧 按確定之後 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把工作表裡面 看到有一個叫標題列的一個選項 有沒有看到 標題列 你點一下標題列之後 然後呢 再去點選 這邊可以收折 再去點選第一列就可以了 跟他講說 我的第一列喔 就是我的標題列 所以他會顯示出是 1-1 指的是第一列 然後再把它收折回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表示有標題列 最後當然你要確認的話 你可以按下預覽列印看看 看看效果是不是符合你要的 這個上面有沒有 有嗎 下一頁 這個叫下一頁 有沒有 也有 所以如果你沒有標題列 剛剛沒做的話 就會變成第一頁有 第二頁以後就都沒有 沒有真的是很不OK 很不專業 如果你們將來去印製 要給人家的時候 千萬不要翻這種 很不專業的設定 所以你會翻每一頁都有 我真的有遇過的 真的沒有標題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說 而且他不知道會有這個東西 最後的話 當然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檔案的名稱的話 就是EXA 這一體的話是208 我看應該就晚的吧 儲存一下 因為這樣 這個後面還有沒有 應該就 底下 沒有了 參考結果 大概在講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太好了 了 好 好 謝謝